我们来看本周重要数据的看点 5月17日 零售销售月环比前值0.5% 预期0.8% 工业生产月环比前值0.9% 预期0.4% 企业库存月环比前值1.5% 预期1.9% 5月18日 房屋开工数量年率前值是179.3万 预期是177.3万 5月19日 初请失业金人数前值是20.3万 预期是20万 同样是5月19日 城屋销售数量年率前值是550万 预期是562万 这些数据公布之后 帕芬尹会及时跟进 与大家共同来解读